六点开始好不好 六点开始 听得到的人请按一下加1好不好 千万别用免费赠送的网址 啊 对吼 PO到我的群组去 然后呢 请我的 请我的学员上来看 听得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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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得见直播吗 我置一下 没有人留言哦 到底是聽得到聽不到啊 聽得到 聽得到聽得到OK 聽得清楚嗎 聽得清楚嗎 等一下我再叫幾百個人上來好不好 叫幾百個人上來 超過十個就不錯了 貼上去貼到我的每一個群組去 手機就能看了啦 不用下載什麼啦 因為今天發生 這最近發生一個學生的網址 拿不回來啦 所以真的是 跟大家呼籲一下買網址要小心一點 所以標題寫說不要用免費贈送的網址 其實不是不能用免費贈送的 而是說你有沒有那個網址的主控權 你有沒有確定那個網址的主控權在不在你手上 好 什麼叫網址主控權在不在你手上 才14個喔 那麼少 快點好不好 呼籲一下同學趕快上來 快點 不然等一下直播完就要關就要刪掉了喔 不太想要把這個知識 專業知識流出去 因為這是 因為這是當初在賣伺服器的時候研究了蠻久的一個 DNS的一個學問 大部分都是只有網管人員懂這個東西啦 就是網路管理員比較懂這個東西啊 網路管理員不一定懂啊 就是要常常在架設很多個網站 因為我已經架設上百個網站了 所以比較清楚這個東西 就是DNS的設定啊 好 誒 剛剛有人在問說 個人品牌 好 在在直播裡面問好不好 在直播裡問 一併回答 嗯 有人問說 那個做保險的網路行銷怎麼做齁 好 誒 十九個了 誒不錯喔 好 來講一下齁 就是誒你們現在看得到我的電腦桌面吧 看得到我的電腦桌面 所以呢 電腦桌面太亂了 整理一下 看一下這個 我delay很久呢齁 好 delay個十秒鐘才會出現呢 這幾天 有個同學 在這個網站 哇 這樣看不到我自己的 拉出來好了 臉書的畫面拉出來 好 這樣我就可以看到自己的 好 家鄉 誒 OK 看得到但不是很清楚是吧 因為 嗯 因為齁 這個 我的電腦的桌面是1920x1080的大小 然後呢 臉書的直播呢 它最大只能到720p 也就是1280x720 所以呢 我的螢幕那麼大 我的螢幕那麼大 臉書直播最大只能夠播出這麼 這麼小 所以變成它把我這麼大螢幕 壓成這麼小 所以會看不清楚 好 所以大概啦 就知道就好了齁 現在主要是講一下 有一個網站啊 千萬不要去這邊買網址啦 為什麼咧 因為有個同學 他之前在這一個庫駕網買網址 其實他不是在這邊買網址 而是他在這邊租用虛擬主機 那你知道租用虛擬主機的很多虛擬主機廠商都會送給你一個網址對不對 包含你去Weberley申請網站也是他會送你一個網址 那通常呢 如果你沒有續用它的服務 那這個網址呢 它就 你可能會拿不回來 像目前發生這個狀況就是很嚴重 如果你續用它的服務 就是說你的網站空間還是使用它的空間 那你當初他送給你的網址呢 你也使用了 那你繼續用可能就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要搬家 就是你的虛擬主機不想放在他這邊 你的網站想要搬到別的地方去 問題是呢 他當初送給你的那個網址呢 是他送給你的 所以你可能會忽略掉一件事情 就是這個網址的擁有人到底是誰 這個擁有權在不在你身上 那什麼叫做擁有權 就是說你有這一個網址的DNS設定的帳號跟密碼 什麼叫DNS的帳號設定 簡單講DNS就是Domain Name Service Domain Name就是你申請的網址啦 網域名稱啦 譬如說我的網域名稱是infobox.com.tw 所以infobox.com.tw我在這個pchom申請的 好 那pchom呢我申請的當下 我就會有個帳號密碼可以login login之後呢我可以去指定說 我這個www.infobox.com.tw 我要對應到我的主機IP 譬如說我目前是在webli加網站嘛 那webli他會提供一個IP是 199點多少點多少點多少 然後我就可以在pchom的那個DNS的畫面 就是我買網址的那個畫面去設定說 我要www.infobox.com.tw 然後對應到199點多少點多少點多少的那個畫面 我直接秀給你看好不好 嗯我把它放右邊這樣才不會遮到看一下 這樣才不會遮到 大概一半的畫面吧 我上這一個pchom的網站給你看 買網址真的要小心啊 不然你這個網站架好了之後 然後網址到時候拿不回來真的很很麻煩 尤其如果你這網站架了一年兩年甚至十年了 結果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的網址長什麼樣子 結果你的網址後來不見了拿不回來了 哇那你網址就等於一個品牌嘛 你的你的個人品牌啊 你的公司形象品牌嘛 然後你上這個pchom左邊不是有個買網址嗎 這邊有個買網址嗎 這邊有個買網址嗎 欸有看到嗎 對啦綁定的意思啊就是對應啊 我們講對應啊 像這個pchom的買網址這邊啊 網址買完之後 這邊會有個登錄嗎 然後登錄之後呢 這邊有一個管理我的網址 這邊你看我其實買了很多個網址 然後呢我這邊有個infobox.com.tw這個 我就進去點進去管理我的網址 這邊啊我就這樣設定嘛 比如說我買的是infobox.com.tw 然後我用pchom它可以幫我代管DNS DNS最主要的意思就是把英文的網址對應到主機的IP 就這樣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的IP這麼多 沒有人會記得你的網站是什麼IP 假設你不要有網址也可以喔 比如說我直接在網址上面 網址列 網址列 瀏覽器的網址列上面打199.34.28.71 它會出現什麼 會出現webally的網址 webally的網站內容 會出現喔 但是呢 因為虛擬主機的意思就是一個網址其實可以有bundle 可以對應好幾個網站無線多個網站 所以呢 你直接打網址其實看不到你原有的那個網頁 那個叫虛擬主機的對應啊 那個很複雜啊 反正就是一個IP 一台電腦裡面可以有好幾百個網站是ok的 無線多個網站是ok的 但是呢你必須打你的網址英文網址 triplew.comtw.comtw 然後對應到這個IP 然後呢那一台伺服器就會抓出來 這個英文對應到我這個主機裡面的某一個資料夾 那一個資料夾就是一個網站 好這個就是虛擬主機 那我們買了之後 現在看得到螢幕嗎 可以喔 那我們買了網址之後啊 你這邊DNS這邊去設定對應 我剛剛是不是登錄帳號密碼 所以我可以來設定這一個畫面 我要講的就是這個 你今天如果沒有登錄 沒有辦法登錄你的網址的這個DNS設定畫面的話 那代表你並沒有這個網址的擁有權 那什麼叫網址什麼叫域名呢 這個要搞清楚喔 像我這邊這個叫info box.comtw 把它放大一點好了 因為你們有的人的解析度可能比較螢幕比較小 把它放大一點 這個 我買的這個叫域名 域名叫做網域名稱 網域名稱跟網址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網址不等於網域名稱 不等域名 但是域名呢 它也可以當作網址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如果我的網站啊 我可以 我打www.infobox.com.tw 這是網址 這是網址 會出現我的網頁 但是如果我只有打域名可不可以 就是我的網址列 我純粹打infobox.com.tw 可不可以 你看一下喔 可以喔 它自動跳來這邊 為什麼可以 那是我自己設定的 那是我自己設定的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 有的人只是打域名 會跑不出來 因為他沒有去設定 DNS的A記錄 那我為什麼可以 因為我在這邊 我有設定了 比如說 打www.infobox.com.tw 的時候 它會對應到這個IP 如果沒有打呢 如果沒有打的話 像我剛剛這邊 如果沒有打 www的話會怎樣 我這邊也有設定一筆 沒有打的時候 就是空白 就是沒有打 就是他只有打域名的時候 一樣 我設定了到這個199.30.228.71這個IP 那這個也是Weber裡的IP OK 這個叫做A記錄 有沒有 這邊有A記錄 好了 這個就是DNS的設定 我比較簡單的講 因為網址只會用到A記錄 A記錄就是那個address address的縮寫 就是A記錄 這個就是DNS的設定 那假設你今天有別的A記錄 好 譬如說VIP好了 你看 VIP 那我的網址會變成怎樣 我就在 本來是TripleW 我改成VIP 然後呢 我對應到哪裡 我對應到Google的空間去 Google的CName CName跟A記錄不一樣 CName比較複雜 好 然後呢 你看我打VIP.infobox.com.tw的時候 會跑出來另外一個網站 這是什麼網站 這是我的部落格 所以你看哦 Infobox.com.tw這個叫網域名稱域名 那VIP.infobox.com.tw這個叫網址 所以呢 如果你有很多個網站 你看你有很多個網址 可是你要不要付很多的網址的費用 要不要 不用 你只要付一個錢 就是infobox.com.tw 就這麼一個 其他的呢 你就在這底下設定 就可以了 譬如說好 我有第三個網站好了 Blog開頭好了 然後這邊打IP 然後第四個網站 可不可以 可以 就是blog.infobox.com.tw 第三個網站 然後 shopping.infobox.com.tw 第四個網站 這是OK的哦 剛剛這邊已經證明過一次了嘛 所以我只要花一筆錢 一筆網域名稱的錢 就是這一筆 OK 好這樣了解嗎 那前面這個名稱呢 隨便 隨便你去取 都不用再花錢買網址 OK 好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哦 我的品牌就是infobox 對不對 這個我也有去註冊 商標 那infobox.com.tw 這個網址 我有註冊下來嘛 所以我要主打的就是這個網址 這個商標 所以我之後根本就不需要再去購買其他的網域名稱了 我只要去把前面的這個設定改掉就好了 在DNS裡面設定改掉就好了 什麼狀況下會再去需要買第二個網址第三個網址 在於你的產品完全沒有關聯的狀況下 完全沒有關聯 比如說我這個網站賣網路行銷的課程 另外一個網站我要賣衣服 另外一個網站我要賣健身的課程 那這三種屬性完全不同 那就不建議你用同一個網域名稱 因為我這個infobox這資訊盒 這資訊盒一聽就是在賣資訊產品的 這個我10年前就已經註冊下來了 我就是要有相關性的 我才要用這個域名 那至於前面要用什麼名稱 那隨便我 www是我自己取的 vip是我自己取的 shopping是我自己取的 好 那有沒有大公司這樣在用呢? 有你看 www.pchome.com.tw 答錯了 好 你看這個是pchome的官方網站 對不對? www.pchome.com.tw 一般都會把 www這三個字當成首頁 主要的網站 然後呢 pchome是不是有個24小時購物的shopping的網站 對不對? 那你看 這邊www改成shopping.pchome.com.tw 他是不是就換了另外一個網站 這是完全不同兩個網站喔 而且是完全不同的兩個網址喔 但是相同的是什麼? 相同的是網域名稱 就是那個pchome.com.tw 那前面 www是一個網站 shopping是另外第二個網站 這是不一樣的 好 那 他其實 不只是這一個網站 你看他還有好多個網站 pchome還有好多個 像這個www 我把它改掉 好 改blog好了 blog 他有 他有一個blog 可是他自己把網址導走 導成mypaper有沒有 mypaper.com pchome.com.tw 所以你看這是他的個人新聞台 也就是他的部落格平台 那他們的部落格平台的平台名稱的網址是mypaper.pchome.com.tw 又是另外一個網站 所以都這樣子啦 Yahoo也是啊 Yahoo你看 www.yahoo.com 這是英文的 可是因為他判斷到我的瀏覽器是中文的 所以他跳到台灣的有沒有 他跳到tw.yahoo.com 我剛剛前面是www 那如果是你看哦 如果是這邊有一個國家 我把它改到日本好了 日本的域名是完全改掉的哦 他不是.com.tw 他是.co.jp 他是整個域名都換掉了 可是剛剛的那個台灣的跟美國的就是同一個域名 就是yahoo.com 只是說台灣的最前面是tw.yahoo.com 然後美國的是www.yahoo.com 可惡他現在 他現在自動導到台灣的 所以 所以我要示範那個美國的yahoo.com跑不出來 那他一直給我導成台灣的 那就只能在這邊選了 下拉在這邊選 美國在哪裡 美洲北美 US English 你看這個是US.yahoo.com 他也是改前面而已啊 所以yahoo.com這一個網域名稱是不用改的 只是最前面的那個英文名字改掉 就這樣 最前面這個US 其實他叫做主機名稱 就是這一個啦 有沒有 主機名稱 或者有人叫做次網域 這邊已經提醒你了 例如TripleW 或者是Mail 都可以啊 像我這個是VIP AP 我就可以有好多個啊 Blog Shopping 好那今天最主要是講說 不要用免費贈送的網址 除非你有主控權 就是說除非你有辦法像我這樣登錄進去 修改這裡面的A紀錄 就是修改DNS的紀錄 如果不行的話 你就要小心了 好 好 那這個同學呢 他使用了庫駕網這個這個主機 之前啊好多年前用這個主機 然後他送了他一個網址 結果糟糕的事情來啊 他現在想要用Web的駕網站 但是網址拿不回來 那網址其實網址是可以轉移的 譬如說我在這邊買網 我們買了網址 我要轉到PC Home去可不可以 可以 他會有個轉出 像這邊有個網址轉移嘛 其實會有兩種轉移 一個叫做轉入一個叫轉出 像這個是轉入 可是轉入的意思就是說 我今天在譬如說我在PC Home買網址 然後PC Home幫我代管我的網運名稱 可是我不想要在PC Home了 我要移來這一家公司 可不可以 可以 那你就把你的PC Home買的 移進來這一家公司 可是呢 PC Home那邊轉出的時候 會有一個轉出密碼 你必須把那個密碼 Key進來這邊 那你就可以把你在那邊的網 網運名稱搬來這一家公司代管 這個叫轉入 那這家公司他有提供轉入的服務 為什麼要轉入 因為他有錢賺啊 他可以把別的客戶拉來他自己這邊 他有錢賺啊 問題是他不讓人家轉出耶 他這邊的轉移功能 只有轉入的服務 沒有轉出的服務 沒有轉出的服務 那沒有轉出的服務 會有一個很大的後果 就是現在發生一件很嚴重的事情 就是這家公司倒了 應該是倒了啦 因為已經很久聯絡不到這家公司了 底下的這個服務電話怎麼打都不通 然後要把這個網址轉出也不行 那要搬家也不行 就聯絡不到人就對了啦 然後怎麼辦 我們就打電話去這一個 這一家 這是台灣網運中心嘛 台灣網運中心是最剛開始受理申請台灣網址的平台的公司 就是財產法人台灣網路資訊中心 然後之後呢 我點中文版進去給你看 之後你要去這邊有一個 域名申請嘛 域名申請之前只有這個TWNIC 就是台灣NIC這家公司 他有受理你申請網址 就是申請網運名稱 可是到後來發包出去給很多公司申請 這邊有域名申請 這邊點域名申請 目前受理了 123456789713 總共有13家 總共13家可以受理 人家去申請 13家可以去申請網運名稱 那裡面就有啦 你看PCHOME PCHOME PCHOME算很早期 因為一剛開始只開放6家 然後後來越來越多家 像這個是大同嘛 然後這個是亞太電信 這是HINET 這是網路中文 網路中文已經算很老牌了 很早了 好像比PCHOME還早 那這PCHOME 然後遠傳 台歌大 還有這個我就不知道 這家後來新出來的 然後webnik也是後來 IPMIRROR也是後來的 然後中華國際通訊也是後來的 這個這是什麼 Gendy.net 後來的 不夢王 不夢王也是後來越做越大 所以他後來也有來那個 代理申請這個網運名稱 那這幾個機構 都可以去申請網運名稱 然後這一家呢 就真的不知道哪裡來的 有很多啦 有很多是那個賣虛擬主機空間的 就是你要在那邊加網站 然後他順便送一個網址 然後他送的網址 大部分就是用他們自己的名義 去這幾個單位申請 如果是台灣的話 那如果是國外的話 那又更多啦 像GoDaddy啊 那我講的這邊是台灣的 在台灣這邊 而且比較容易聯絡到的 那好處是什麼 就是有電話嘛 你看他最底下 像TWNIC 他底下都有服務電話 所以你找得到人 那如果說譬如說你去GoDaddy 申請一個網站 然後他送你一個網址 目前有中文版還好 以前沒有 那你就只能夠 你會英文的話 就去用英文去聯繫這樣 好 所以呢 千萬不要用免費贈送的網址 除非你知道 怎麼樣去登錄 設定你的那個網址的DNS A紀錄啊 其他的 反正DNS紀錄 你可以自己去設定 這樣的話 你再去用 否則的話 你不要去用那個免費網址 將來如果你的網站要搬家 而且你的網址已經出名了 你已經打了知名度 網址像我的網址用十年了 結果哪天我拿不回來的時候 我不是歐死了嗎 那是你的那個網路資產 那個網址是幫我賺不少錢的那個 的一個網域 網域名稱 所以千萬 好 了解吧 所以今天就主要是講這個觀念 6點多了 差不多 講了多久啊 好 那有問題的話 留言一下 OK 維珍 愛心耶 哇 愛心 明潔 維明潔 維明潔是 維明潔是很厲害的那個 電腦維修的那個系統承包商 包含那個弱電 還有什麼 那個監視器監控設備 他都他都有在做 還有那個 整個公司的那個電腦維護 包年費年度的他都有在做 明潔說這點我倒是沒注意到 因為這麼多年來習慣接案的時候 都是自行申請不使用免費的 主要也是怕日後有些鳥事 沒錯 鳥事很多啦 網路上免費的東西多啊 但是重要的東西 就不要用免費的 沒錯 但是大部分的學員 因為不是做資訊科技的產業 因為我們以前是網路工程師 我是後來才做網路行銷教學 以前我們自己是網路工程師 所以我們知道哪些是哪些是重要的 可是一般消費者不知道網址這個東西很重要 所以一剛開始會免費就用嘛 免費就用嘛對不對 後來我以前處理過很多家公司 就是底下的員工去 因為老闆都叫員工去弄嘛 然後員工去申請網址 用員工自己的Email去申請網址 然後呢 員工後來離職了 哇 那事情大條啊 員工離職之後 老闆說 我網址到期沒有續約耶 結果網站就停擺啦 網站就上不去了嘛 然後他說去哪邊續約 不知道啊 因為當初都是員工弄的啊 員工後來可能也出國了 找不到人 那怎麼辦 那時候很緊張嘛 然後 我那時候就是去找源頭嘛 就是那個網址到底在哪裡申請的 網址到底在哪裡申請的 這件事情至少你要查得出來 在哪邊查 你其實很簡單 就是PCON的這個買網址這邊 它底下有這個 底下有這個查詢 Whois 有沒有 Whois 就是誰的嘛 好 那我就查 像我的info box 然後.com.tw 或者是點什麼 你自己要選對哦 不要選錯哦 按查詢 那底下就會跳出來啊 這是誰註冊的 因為當初是我自己去註冊的嘛 所以就是我自己的資料 然後聯絡人的電話啊 E-mail啊 然後什麼時候申請的啊 你看我從06年這個就已經註冊了啊 到現在 我一次把它註冊到2025年啊 不是一次啦 分 後來是續約的時候 剛開始是一年一年嘛 後來我是一次續十年啊 所以都一直到2025年啊 為什麼 因為我怕忘記續約啊 因為這網址對我來說越來越重要嘛 然後PC Home代管的 所以這是他們的DNS伺服器嘛 這個不懂沒關係啊 重點是我要講這個啦 就是你你查出來之後 這個網址查出來到底是在哪裡買的 就是這邊 Registration Service Provider PC Home 有沒有 PC Home 代表你這個網址是在PC Home買的 好 那比如說我查那個 查Yahoo好了 Yahoo.com.tw 查詢 好 你看 聯絡的是美國 在美國 然後 註冊時間 Wow1997年註冊 你看很早吧 然後呢 這個Provider是誰 MarkMonitor.inc 所以他是在國外註冊的 不是台灣的 在國外的 所以你至少要先找出來 這個網址你當初到底是在哪邊申請的 然後你再去這一家公司的這個DNS的設定畫面去登入 你跟他聯絡 假設你是公司行號 你員工離職怎麼辦 點.com.tw的容易比較容易處理 就是你如果是在台灣 假設你都 因為我現在都跟學生講說你在PC Home買比較穩當一點 就是萬一將來拿不回來的話至少 點.com.tw他是規定公司才能申請嘛 所以你至少有公司的盈利失業登記證 那或者是公司的盈利失業的證明 你可以提出這個證明 你就可以把網址拿回來 即使是員工去申請的沒關係 因為當初是你用自己公司的名義去申請的 所以至少你可以拿回來 然後把管理員換掉 因為之前可能是員工的email去註冊的 所以如果是忘記密碼 他又送那個重新設定密碼的連結 他又送到那個員工的email去 那你老闆永遠拿不回來啊 所以你要有盈利失業登記證 好去把他要回來 網址要回來之後 管理員就重新改掉變成你自己的 這樣你的網址才能夠要回來 這很重要喔 不要說網路行銷做了十幾二十年 結果網址到後來 要不回來就好笑了 結果公司變別人的 好 講到這邊啊 不講了 建議你來把裝小於辦公來視訊 什麼叫做裝小於辦公來視訊 聽不懂 裝小於辦公 好 好啦 不講啦 吃飯去啦 今天就講到這邊了 誒 剛剛有學生問什麼問題啊 沒有來這邊寫 有人講到那個什麼個人品牌 對 那天有一個人說做保險怎麼做網路行銷 我說做保險 我那天講到那個做保險你要做網路行銷 有幾個比較不能講的東西 譬如說保險內容的法 保險內容你要你不能在網路上曝光 甚至有些理財項目的東西 你在網路上曝光都要符合法規 要很小心 因為之前也有朋友就講說一個很嚴重的事情就是 他在LINE裡面跟另外一個客戶講那個 誒我們這個保險的條款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他LINE給他的那個客戶 希望那個客戶買單嘛 結果那個客戶呢 剛好跟另外一家保險公司的人坐在隔壁 他直接拿給他看說 誒你看人家某某保險公司這個條款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他旁邊那個人剛好就是另外一家競爭對手保險公司嘛 就說來來來來卡圖給我 然後你就截圖 然後就LINE給另外那個人 另外那一個保險公司的人呢 業務他就直接把這一個圖拿去當檢舉的證明 就被檢舉了 所以呢 你說誒那我用LINE跟對方談有沒有問題 哇像那種狀況倒楣啊 有問題嗎 所以保險根本就有很多東西 你不能夠留下很多 知智片語的那個證據啦 我不曉得台灣為什麼管這個會管這麼嚴我不懂啦 那但是就是說如果你是做保險的 你在很多通訊工具上面 或者在網路上的曝光都要很注意很小心 有很多東西都是點到為止 然後呢 約私下聊或是電話聊比較安全 那你如果說在網路上要做保險 你頂多只能夠怎麼樣 跟傳直銷一樣啊 就是或者是跟健康食品一樣啊 就是你的文案是大概說明 你要舉辦一個什麼樣的說明會 然後再把人引到線下去開實體的說明會 在說明會上面用講的這樣子 比較不會有問題 好那講到另外一個是說 你怎麼去吸引別人喜歡你 然後你再去跟他講你是在做保險的 因為你直接跟人家講你在做保險 如果完全不認識的人 他聽到你的職業 是不是馬上就跑掉了對不對 所以 不要那麼直接講你在做什麼 那不是重點 你要的是怎麼樣讓人家喜歡你這個人 所以呢 從興趣上面去著手 譬如說我今天去看一個人的臉書 然後我看到他的生活 他可能譬如說他是一個旅遊達人 他的本業其實是做保險 可是他的興趣是旅遊 那他上面寫的很多旅遊的一些項目 跟他的經驗分享 或者是譬如說他去的一些地方 是沒有人知道的一些景點 而且他可以把當地的美食講得很仔細 那我看他的這個人的部落格就會很心動 很想認識這個人 這個人怎麼那麼厲害啊 那麼會分析啊 然後那麼會旅遊知道怎麼玩 那這個人呢 我就會變成這個人的粉絲 那他可以收集名單嘛 我可能變成他的粉絲之後 我陸續會收到他的訊息嘛 譬如說要PO的部落格文章 可能我就會收到電子報 他PO的Youtube的影片 我如果有訂閱的話 我也會收到訊息嘛 或者是他也有成立Light Ad的話 我可能會變成他的粉絲 我也會收到他的訊息嘛對不對 用興趣去吸引別人 用你的其他專長和興趣去吸引別人 通常啊 我我喜歡這個人的話 其實我會想要了解他的其他 其他的他的個人訊息 任何的information有關於他的 那我會想要了解 那你到底是做什麼的對不對 原來他是做保險的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呢 我知道他做保險 那他有一些經歷的話 譬如說他有得獎的照片啊 我之前幫一個 一個朋友 三商美幫的朋友 做了一個 一個那個他的 他的他的網頁只做 只做一頁 因為 幫他 幫他打一下廣告好了 雖然他沒有付我錢 當初做他一頁有付我錢啊 就只做一頁啊 我不曉得網路上現在能不能找到他 應該是 應該是可以啦 因為他是當初我在台北的BMI的那個 那個朋友 三商美幫 對他他在三商 應該怎麼找到他的 怎麼都找不到了 在這裡啊 當初他我只幫他在皮克幫做一個網頁啦 然後他就利用這一個網址放在他的名片上面 或者是發Email給別人自我介紹裡面的就夾到這個網址 那你看喔 他這邊有他的照片 他影片 這影片也是當初我幫他剪輯 就是他出去的一些那個照片 然後把他 把他把把他那個照片串聯起來這樣 好那重點是什麼 他的人生故事在這一頁裡面 就已經講得差不多了 他曾經得獎的紀錄啊 還有去哪邊這個 來認識的人啊啊什麼什麼的 好 那 如果你對這一個人 呃 產生興趣 你再去看他的自我介紹的時候 你會對他非常的印象深刻 好 那你就去經營你的 從你的興趣去挖掘你的粉絲啦 不要說你一開始就要從你是保險專業人員 然後你要利用保險去吸引人 吸引不到人啦 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上次我有一個朋友他很厲害 就是 他一講我就對他非常佩服 他說 幾乎他沒有打過敗仗 什麼敗仗呢 就是理賠 他是理賠達人 只要是保險遇到有官司糾紛的齁 跟人家打 跟人家打官司 他那個理賠金要不到的 他幾乎都可以去要到 因為他對保險條款非常的 非常的熟悉 所以他可以知道哪些條款可以 爭取保護的權益 那他光是這樣幫保護要回來 那些理賠金的那個收入啊 所以人家會給他一些commission commission佣金嘛 他這樣一年光是那個 幫人家理賠的那個服務 一年就賺120萬以上 沒有廣告 就是人家介紹 光是這樣 那他的最主要的保險專長就是 幫人家理賠嘛 那他有這樣的一個專長 那你說每個人都說他的保險很專業 大家都說很專業啊 那問題是全台灣有30萬個保險人口 保險從業人員 你專業 永遠有人比你更專業 所以你不要用那個 一開始就說 我是保險多專業多專業的人去吸引人家 通常是很難的啦 因為太多人了 競爭太大了 好OK 講到這邊 新書什麼時候上市 明年啊 因為前兩天已經交稿 交給季豐出版社了 所以 因為他 因為季豐已經邀我出第二本嘛 所以大概明年 他們審核 再叫稿 大概也要一個多月的時間吧 所以應該是明年 我猜啦 OK 好 先這樣啦 沒有其他問題 我就要下線啦 然後呢 明天是禮拜四 好 還沒想到講什麼主題 如果你們想到的話 可以在底下留言好不好 然後如果你們覺得這個直播對你有幫助的話 記得幫我按分享 按分享 分享 謝謝 謝謝 我就更有動力來錄直播好不好 啊對 那個新書裡面講很多關於直播的 還有那個 直播直接打賞賺錢的那個啊 那個APP啊 最近有一個比較新的 Long Live 我打一下 W Long Live L-I-V-E 這一個Long Live 這個Long Live 是台灣 應該是台灣的啦 裡面的那個 之前大陸的那個什麼APP直播 或者是其他的YY直播 他的打賞都是用人民幣嘛 啊台灣人沒辦法去儲值嘛 對不對 除非你有支付寶 然後這一個Long Live 就是你只要用Google Play的那個 Google Play通常都會綁 綁定你的信用卡嘛 或者是iPhone的那個 iPhone那個什麼 那個也是你會綁定信用卡嘛 所以你只可以直接從那個Google Play 或iPhone的那個綁定信用卡的那邊去儲值 就台幣儲值 然後可以打賞給那個主播 所以如果你很會 很會當主持人 很會當主播的話 你就可以用那個Long Live 然後因為每個人都可以開直播 你只要開直播 有人願意打賞給你的話呢 你就可以馬上賺到新台幣 那個我寫在書裡面 好 OK先這樣啦 吃飯去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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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